你不交朋友啊? 我没有主动交朋友的意愿 你俩是两级 我没有主动交朋友的意愿 就是他们不有一个什么叫射恐射牛什么的 我说我是社交懒惰症 但是如果交的话我就是等于说是全力一副 往死交 交痛 不像他交往回来 你喝就继续交不喝就放着 你学是吗? 我就不会来浅的 我要来就必须真的 就往深了走 我都是互浅互深的 都行 有一些渣男的气质已经写出来了 他的回答里 咱见也行不见也行都行 这样看来你要的就是关系 不是情感吗? 我也要 我就是贪心 我啥都要 我就是想这个东西能不能练 我就是在想练 练啥? 就是不爱交朋友这个 你挺不爱交朋友的 你还觉得 我挺 你就得喝点 你是喜欢热闹 展开说说 想做你的电子热窝 那你觉得你是中国最好同修演员吗? 不是 我从来都没觉得试过 那你觉得谁是最好的? 学生吧 学生是个标准答案是吧 所有答案都是靠 不是 就每年他会变 我觉得 人的那个表演状态什么都不一样 人那个最好的状态什么的 我现在觉得 这剩管制都很在状态 非常好 那你觉得今年谁会拿大王? 肉食动物吧 肉食动物是我们所有人 都看好的 都看好的 没人干得过 现在 好笑啊 但是他又不是脱口秀 我们观众还挺苛刻的 我们观众虽然他很好笑 但是他们投票的时候 一般还是会愿意 把票投给 投口秀 展开说说 想做你的电子热窝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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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四点半开路吗 怎么还没有开始呢 我们来猜猜 谁会是第二个到的 我感觉应该是易老师 然后来看看我猜的准备 你第二个到的 我猜错了 我坐哪儿 他行随便坐 我以为易老师第二个到 没有想到他最后一个到 你好青春活泼 他还没有知性的易老师 我不就是知性担当吗 您能坐这边 因为您的头发刚好把你 你想说我头大吗 对 他感受到了害怕 他害怕了 你一个反问 他都想让人别换了 他想说要不然还是我换吧 我换个机位好了 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有一个嘉宾要到访 我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我们打开一起看一下 又离场了 来 别别别 我收工了 谢谢大家 别别别我收工了 谢谢大家 你妈呢 老师 妈 谢谢大家 你们没有人觉得要请李诞吗 她来我走 就是她 她来不来这个节目 我就跟我的婚姻一样 那么的就是无所谓 我觉得我们节目配不上她 我觉得很好笑 来 我来念你啊 她说的 用一个词形容自己 叫做知行合一 放 你不认同是不是 你不认同 你不认同 我眼瞎了 你看我出来 我怎么可能不认同 她是说她自己吗 嗯嗯 我觉得这是个很高的要求 知行合一真的很高的要求 因为她是我一直都追求 我觉得我还做不到 你看看 你这才是真正的 一个人 对自己有认知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没做到 人家后面呢 然后她对我们的评价 听听哈 她对我的评价叫财 她对首尔的评价叫气 对杨丽的评价叫酒 对伊丽金的评价叫色 就是财气就色 易老师为什么是色 让她解释一下 那我这个气一定是气质的气 那我这个酒一定是 长长久久的酒 我觉得她这个才气酒色 她应该就是硬要凑成 她就是硬要凑成四个字 但我们让她解释 我们让她好好的解释一下 那你们对李丹丁人 还有好奇吗 还有什么想问她呢 她什么都能聊 但有些事 我真的不想听 她一定要大家都适应以后 才能走心 然后第二天你说 我不记得了 那种 易老师呢 对她 假设今天就是 她是你要采访的对象 你是要做专访那种 那你要对她还有什么好奇吗 你肯定有 我好奇的就是 她真的知情合一 和她的外表 和她的内在差距有多大 就她貌似什么都不在意的外表 后边到底在意什么 其实我俩差不多 你笑我就想问她 你真的不努力吗 我觉得她这方面贼壮 所以今天对她的策略就是 要让她在这个节目上 放下伪装 放下喜剧人的伪装 让她真情流露 万一她情绪崩塌 怎么办 我们还要哄她 我可太开心了 那可以问她 我们今天一起逼问她 对 她来了 她来了 哈哈哈 她带着郭奏的门铃声来了 好 好 好 你可以带她进来 先逛一下民宿 我觉得 你可以带她去逛一下民宿 我懒得走 谁啊 哈伯伯 你是谁啊 我 请在门口再站会儿吧 你都没在 很适合 那个杨丽本来说 我们 上次要讨论嘉宾以后 她说你来她就走了 为啥 为啥 说说为啥她来你就走 为啥我赶紧就走吧 你还自己烦 这可能见太多了 真是 到哪儿哪儿都是她 你们这样坐下面真的 为啥就这样坐 你腿不麻吗 还行 其实挺舒服 这样很自在 可以自由地对你继续发问 是吗 你看毅丽敬老师已经准备好了 好 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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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看你给自己写的评价 啥 那个 你先说说对我们的评价吧 为什么 我最好奇的是易老师 为什么你对他的评价是色 你是不是凑字吧 不是 没有 这都是很那个 你解释吧 你解释吧 酒很简单吗 压力 哪里 我跟酒有什么关系 我没喝 我不会喝酒 我很酒不很酒 今天满场飞 杨丽 你们干杨丽平时 整的还挺犀利的 哈哈哈哈 杨丽平 我就说别让他来 别让他来 别让他来 你大会 杨丽平整的不是犀利 说话还挺 像小刀子似的 那喝点酒 满场招呼 哎 来吧 哥 哎 杨丽 哈哈哈哈 人家为什么也 他都给人家 全安排好了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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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谁是小妹 才好就是 才不用解释了吗 气 因为最近感觉有点生气了 最近有点生气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接工作你好好 你自己认真的看啊 别说人认真的 还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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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错 我说你你心里没说呢 哈哈哈 那你色呢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这个色 为什么到你就深刻起来 到我们就是一些嘲讽啊 一些 一些 一些羞辱啊 一些 那我觉得你们都比我这个好 这个很真实啊 你觉得属于记录当下这个 这个知行合一 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行之合一 我是没做到知行合一 哦 我刚一直念错了 怪不得呢 哦 行之合一 那就符合了 我们刚刚一直在想 知行合一太难 那你做不到啊 倒不是说做不到 我觉得你不会给自己 提这么高的要求 知行合一太难 我就是觉得行之合一 行之合一比较简单 就是人干点啥 然后给自己找点理由 找点借口就得劲了 就是给自己所有的行为 找出合理的解释 叫行之合一 就是避免认知失调嘛 嗯 你说你啥都能聊 是指聊天的范围没有禁忌吗 没有啊 不他说啥都能聊 并不代表他说的都是真心话呀 我是真心话 他你干嘛都吓成什么样 他还不敢 今天对他的策略就是 要让他在这个节目上 放下伪装 放下喜剧人的伪装 杨丽怎么就怂了就是 你这个有点血脉鸭汁的感觉 你知道吗 我们先问问那个纸条上的问题吧 好 我自己拿上 对 一个受大家喜欢的员工 一个受大家讨厌的老板 就是说你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我当然选择受大家喜欢的员工 就是你不想当老板 我为啥不能选择受大家喜欢的老板呢 因为我觉得有些问题 你得推到极致讲设 你才知道真相嘛 说你比较在意的是关系 还比较在意的是利益 那他也不能堂而皇之地说他在意利益 但我确实还是比较在乎 感情 关系 我也要在乎利益 但是就实在是冲突的话 还是更在意乎关系 就没必要 犯不上 我觉得人 对吧 就是干嘛呢 你这钱拿着 你最后不还是想换一些美好的关系吗 那你顾家寡人那干啥 你可以为了关系放弃利益 可以 我经常 真的 嗯 比如呢 好问题 比如说 哎呀 想不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不能说 很难说 是不能说还是 啊 有点没法说 有一些细气 确实有的是吧 有 确实有确实有 我就跟他讲了一下 我说我们要录这个节目了 需要你的支持 也没有钱 他就回了我一个字好 对 但是这是符合他在乎关系 可以为了关系 可以放弃一些利益 他是可以的 嗯 这样 文由你说话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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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没办法了 那你最孤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最孤独 什么是最孤独 你应该想问他可以独处 就是你孤独的时候什么样 你独处最长时间是多长时间 独一个人 对啊 他能一直待着吧 能待着 几天 那就是隔 应该就是隔离几天 看书写写什么 对我自己能待着 但是我又 也愿意 在人堆里 我感觉是这样的 如果是外界条件 强制他独处 他也能待着 哎 我们为什么要帮他回答 我发现每个问题 都是我们自己问 问完了以后 不是你答 这是我答 这就是我 好习惯啊 我们被神秘的力量支配了 不知道为什么你想 你想去个书 你想去个书 你看他别人误会吧 哈哈 那你更喜欢独处 还是更喜欢去 我还是想跟人呆着 对 但我跟人呆着 我在人堆里坐着 有时候也是孤独的嘛 是孤独的还是 嗯 就是这我觉得 这很正常吧 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吧 就人其实就是很矛盾的 我觉得人是可以 同时存在的那个 就是你高兴的时候 也可以感觉到低落 你低落的时候 也可以感觉到高兴 我是就是同时的 他都可以自己完全自下 他把你所有的问题 都给你出口都给封上了 没啥 没封啊 你问啊 什么 你问 你不专业了吗 易老师 易老师 现在感觉有点问不动 嗯 你问 你咋的呢你 是吧 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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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ALL IN 或是 会 其实你是 ALL IN 我弹啦 可疯了 你是恋爱脑 你弹了 你们弹了 咱特别傻人 就是 不是 你上一段感情中 都是恋爱脑吗 不是 都不可能是一直 我当然知道 我就说这个意思 对 开头肯定是 开头我也是不怕想象 你做了一些什么 你求你爱药 你在说什么 你又在忽悠 你看我接话了 你的意思他又在那个 可是问题是 你们怎么知道 他就不是恋爱脑的 他在某一段时间呢 他是啊 他说是 他就一定是 但是他有自己的解释 那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觉得付出的不一样 你们为什么可以 替他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我怎么认为 对这些人没有好奇 我们错了 我们就是没来由地怀疑他 他今天不来 我都没发现 我对他缺乏信任 到了这种程度 首尔 你这句话是成立的 真的 他刚才说他自己 是恋爱脑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笑 但我一点都不想笑 我觉得就是人 怎么可能没有恋爱脑的时期呢 有 我小时候那样子 他年轻的时候 他说他也说他后边没 对啊 易老师以为通过信任 可以打开他的心扉 一会他就会知道自己 很天真 易天真 你真的没正形啊 怎么回事 你坐好 我 好吧 聊到了他是恋爱脑的问题 谁是恋爱脑 谁 谁 狐狸说 李淡刚才真的在这里 放飞了自我 用一种非常真诚的语气 说自己是个恋爱脑 在爱情里all in 你看 真的 你去 你去跟你自己行之合一吗 我跟杨丽很温和地 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这里只有易老师是相信她的 易老师我很好奇 你采访一个人说 你如果感受到对方明显骗自己 你会继续相信她吗 不是相不相信 就是每个人都有解释自己的权利 对 你看易老师 每个人都有给自己 画一幅自画像的权利 对 我们不应该用 我们自己的标准去定义她 对 易老师 易老师懂我 不 因为你们不是她 她在某一个阶段 她可能就是恋爱脑 就是 哪个阶段 十几岁 你现在这个话 就已经消解了 她正在聊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好 那我们顺着现在拿往下聊一聊 那我突然决定相信你 你说一些细节吧 你说一些你恋爱脑子 快点 说一些感人肺腑的事情 我想我想我想 我尽力了 你别着急要想想 快点说一个 你感受我的浪漫的 浪漫 让我听完了觉得 爱情 这种感觉 好难 你说点 最我最浪漫的事情 说呀 说呀 真没啥 我连花都很少满 我跟你说 李淡她就是嘴巴没边 说一些话 但是我们就是那种 希望她能证明自己的那种 我就是 对她拒绝你实际的细节 哎等会儿呢 我觉得应该听听杨丽怎么评价里的 她说的话你千万不要信 不是没法信呢 她的逻辑都没通啊 通啊 她的逻辑通啊 她逻辑通的就是逻辑 她没一通就是逻辑 她逻辑是通的 但她的核心非常荒唐 哈哈哈哈 你就会敢看 这么荒唐的话 这么颜值有理 哈哈 对这对我来说 这逻辑是不通的 就是你听她在在 就是有道理的胡说八道 啊 没有啊 就是你也不知道她哪句是真的 哪句是假的 我都是真的 全是假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觉得非常荒谬 我听不下去 她真的都在放 你们快点怼她 快点 一老师 我说啥 她整个人就是荒谬得非常自洽 她 她不回答你真实的问题 她知道你真实的问题 她知道你真实的问题 她不回答你 她假装听不懂 假装听不懂 跟你说一些有的没的 哈哈哈哈 不就是这样吗 都都行都对啊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们现在陷入一种 发散性的循环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单点上 把这个问题真的问到我们 就是问清楚 你们问啊 你们老放弃 不 我现在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 对于她这种人 你现在就不在这儿 你别出事 我不在 对于她这种 对于她这种人的话 就是我们这样的聊是 聊不出什么东西的 我们这么样的话 就七嘴八舌的 什么都问不出来 她是没有办法在这种聊天下 她抛出她的自我的 嗯 你不能去探究她 你探究她的话 这种人的话 就是说 你看她一直在用演的状态 你没在 不许说话 其实她 她好了 她没一直演 这种人 演 我没有演的状态 你看 她就是一直用什么 用在舞台上那种状态 用嗨 假嗨 假 你现在在攻击她在舞台上 假嗨是不是 难怪说我不在 不她有一种表演状态叫嗨 你一二人你确实跟我接触不多 我生活中也确实就是这样 对 那你说生活中这样 那你私下里呢 就这样 生活中 我生活中 我生活中也是出身舞台 好像不是 我私下里就这样 你已经把一个最会问问题的 易老师逼到要细分场景 都能活着 生活中还不行 还得私下 我问的是她自己一人独处 或者是她对于 我自己一人独处 我在那哈哈笑 因为你太恐怖了 你看她 她根本她就 我独处的时候就是很安静的看书 我没有说这个问题 你可太难伺候了 我最努力的一件事就是 跟易老师聊天 你好费劲啊你 那这么难回答 她就根本不让你问下去 你问啊 不是没有问不是问 我只是在想说 这一类的人 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了解她 因为这种聊天 其实你形成不了交流 因为她是在应付你嘛 你别应付我们了 我没应付 我们四个你还应付 对 你怎么求的了 首尔 首尔开始求 你怎么这样 你对我们没有一点真感情 我们四个人 我要退出群聊 导演我要退出群聊 你怎么上这招了呢 我们四个人 我回答得多好 我真实地感受到一种难过 不被尊重 我的妈呀 别说了 就是你现在跟她聊她的感觉 就是和所有拖学员 都有点这样 经常我们哈哈一天回应 你说 我没说啥 就只是哈哈了一整天 我们都交流得很深 你看你看你都不知道 她就这样 你跟她聊了一段时间以后 她把你什么事她都知道了 但是你会发现你对她 一无所知 我早就已经体会到了 这种超能力 是吧 不是 我觉得大家也帮错交点 我们这不是个访谈节目 我们不是找她来一起聊 聊一个共同的话题吗 啥呢 请说什么话题 什么话题都行 我们就说个意思 来 我现在很 我替你们四个很着急 我们等点劲爆的吧 你不想再结婚了 不想了 太难受了 结婚真的是 她如果想再结婚 她就不会 试一次可以了我觉得 但是我 你记得她那个 就是杨梦恩去年她的那节目 在节目里求婚的时候 她就哭了 那我也还挺感动 我感动的是你哭了 就你们都哭了 那个状态 我觉得特别感人 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想说一句 刘培预 结婚吗 刘培预 结婚吗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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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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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能感情就发了就 就是能有一个共情的那个点了 是吧 比如说杨萌萌当时那个哭 是你被什么东西触动了 比如是对她的表达还是 我觉得那应该不是一个点 那应该是就是那件事情的 整件事情 就是把婚姻关系公开 在网络面前是很危险的 为杨萌萌的勇敢而 对 我们觉得她很 她们觉得很孤勇 孤勇 我觉得杨萌萌那太 太帅了 感动敬佩的同时 就又有一些担忧 我说实话 是吧 是不是这种感觉 她如果事先跟你说 你会劝你 她说千万不要这样 我对 千万不要 对 我也这么想 我 千万不要 你后边想说接一句 人生无常 反正就是千万不要这么大 如果我是她经纪人 我也会反对 她没跟我们任何人说 但我后面是给她的一个选择 是可以减掉 其实杨萌 她是一个人生选择 她那个是 她知道她站在那是在干什么 就她会承担后边的 因为杨萌 她选择的就是责任 她就是非常理性地选择了责任 她结婚的时候 她不是说我好爱你 你嫁得给我吧 她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 只有被束缚的文明者 我之所以在这个舞台上说 不是因为浪漫或者是特别 是因为我觉得 我长到现在 以我眼见的生活 和我的信仰告诉我 相信一句话 就这个世界上 没有天生的好人 只有被约束的文明者 谢谢大家 你是感动她那个巨大的勇气 就是那个理性的东西 对 但是你知道这个选择 必然会有千千万万人的起哄 这个起哄才是最可怕的破坏力 杨丽如果有爱情会公布吗 无所谓 我会拦着你的 我会拦着你的 那如果被拍到就拍到了呀 就有人发现了发现了呀 我真的是印象反对 任何艺人恋情公开 包括结婚 我都觉得能不说就不说 当你 就不是为了像公众撒谎 我觉得就是你的 你一旦被公开之后 你要被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就是所有人可以对你的关系 进行评头论足 那会是个能量场对不对 那是很负面的东西 它一定会影响你 会影响 就是它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就跟玩剧本沙 为什么你们在这个事上 要这么理智呢 就是 因为不想你受伤 不是我 我是说 就是不想受伤了 因为有太多人会因为这个事情受伤了 就因为关系本来只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就想吧 比如你的闺蜜加入了这个关系 就是关系要变得复复杂 你的父母加入他变得复杂 现在是千千万的群众加入这个关系 它不就是复杂的复杂的N倍 但是在我看来杨本那个选择 或者是很多人那个选择 它肯定是没有 可能未来会有很多事情 但是在那一刻是充满理想和勇气 可以 你可以选择当下的嗨 可以 我就跟你这么说 很美好 很感动 无限接近人类最美好的理想 我也哭了 我也感动 但我理智上 但是隐隐有一些担忧 因为人生会要过 人生又不是戏 那就不咔的 那个完了都已经很精彩了 说下一条 没有 继续 就很吓人了 就继续是最吓人的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个 给自己一个要求 那可能你能更容易通过种种的考验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之间 亲密关系是一定会经过层层考验的 到底怎么叫通过了 怎么叫不通过 这都说不好 我反正没通过 我能说好 我已经就是 我已经失败了 你觉得离婚是因为你没通过 亲密关系的考验 我通过不了 而且我觉得我是不考了 我这辈子 不考了 就这样 气考了 你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吗 我觉得我已经踹了 我踹买戴斯特的 那你会把它写上 这辈子你最努力的事情吗 我也没有特别 当然我就觉得我不行 我也不想把自己弄得那样 就算了 但是加上他跟那个关系 就是现在他们还是好朋友 那当然 就可能 就是你说的 你跟老刘 有一个辈子会是朋友的关系 你别说的 人家好像也像散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散不散的关系 反正还行 是吧 关系就是很复杂 搞不了 我这个不会 我就确实我认为我不会 你不会什么 不会亲密关系 就是婚姻 就我没有经历过婚姻 我只觉得它很复杂 太难了 我真的不会 那我问一个 最后你觉得最痛苦的点 是在哪里 最痛苦的部分 就是这两个字 你醒来想到这两个字 你就开始头痛 真的 那恋爱呢 恋爱和婚姻的差别在哪 想到恋爱你会头痛 我现在也不打算谈恋爱了 也头痛 也痛 所以就是 都痛 没有差别 一样 我觉得都痛 就是关系就很痛苦 痛 那我问一个 我再问一个 你干吗 你表情很严肃 那当初让你决定走进的那一个 冲动 你真的就是以为 都是靠冲动 靠冲动 全是靠冲动 没有说 所以我觉得杨梦恩很帅 我觉得杨梦恩那个是理智 当当时你是觉得自己有信心的 或者根本就没想到 还是你觉得说试试吧 就是试试 其实就是试试 试试就试试 杨梦恩是很帅 就觉得 他就想 他觉得他要 掌控人生 嗯 杨 杨哥就是屠龙少年 很有勇气的 虽要提到龙倍上是很难的 但是很感动啊 是很感动啊 人就是会感动这些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啊 我觉得就 我觉得人生这东西不能掌控 我只能 雷波主流吗 只能是他掌控你 不能你想掌握他 就是他让你怎么 你就 你就配合着点 然后就 跟着动就可以了 命运是不能挑战的是吧 就不要 就想都不要想 都不是挑战 就你不要跟命运 就你最好不要 好想当闹 你不要拿正眼看他 你就乖一点 人家让你干啥 你就过来干啥 你别拿 你还瞪 你看什么看 别较劲 对 其实以前我挺较劲的 我觉得我这几年好很多 你是以前 就是也不知道 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觉得这几年 我好像服了很多 都有 我是说实话 你有那个过程吗 就得 还是得跟那个交流手 觉得自己还行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困境 未必让你屈服 顺境一定让你屈服 我服服的 你是特地服了吗 你特地服了 我早服了 让我干啥 所以我觉得他整个人的状态 就是这种服了的状态 服了 我早服了 特服 就什么含着 什么凝视深渊 什么网络 你又觉得我这几年有变化 你现在已经确实 你现在不太凝视深渊了 我觉得你以前是 真的凝视深渊 你以前是真凝视深渊 我都不知道你 一生都是那种 哇 感觉自己要怎么怎么的 心气可高了 这几年我觉得又 又有新的看法 因为你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 人就是麻烦就去找 有看法 你又有看法 你又在思考 有看法是吧 人有看法就容易没办法 人有看法就容易没办法 你看 所以你问他什么他都 我就是现在就没有看法 不想 我对人生没有任何看法 是不是不问不想 不想 就是我字典 就是人生删掉为什么 那你朋友圈那些 动我心魄的那些深夜的一些组结 看完书以后的看法 我对知识啊 我是有思考的 但我对人生就删掉 就为什么这三个字就给它删掉 明白就过去 你就没有为什么 说真好 没有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豁然开朗了 没有为什么 哪有为什么 你开朗了 没有为什么 李大 那你现在你对你自己的这个 评价是什么 比如说你是在游戏人生或者是 我不敢 我觉得游戏人生的人太 我不羁吗 我不敢 我没有 我就是服 我现在就是顺服 就是这两个字 就是接受 接受一切 都可以 好 你说你可能能看到我所谓的不羁或者游戏那一面 它是在一个圈里 我可能就给自己画一个圈 就这个圈我是绝对不是出去的 但是在这个圈里可能比较胡闹 这个圈里你觉得是对于命运和人生来说是个小事 就很安全 就是命运不会 不会看到你在这个圈里玩 不会这么那个 受夹子气 不会这么严苛的 也不会叮叮它不放 贵人 这个命运嘛 你别跟人家嘚瑟 人家也不会拿你怎么样 那我在想说 那你之前的时候 你会很认真的样子吗 你就想说 你小时候肯定是都是有那种对抗过的 就是跟命运乌渣渣 觉得自己能控制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必要 就是 就不知道 或者结婚是一个分水岭吗 有可能 离婚是一个分水岭 离婚是你的分水岭 没有 这个我还其实真可以回答 我觉得人生的每一刻都是决定性的瞬间 你那个 你到了那个瞬间你好像很有戏剧性的 那就是让你分水岭 不是的 其实都是日积月累堆到那了 外人看起来说 你是这一步过来的 不是 其实我已经走了一百步了 我只是这一步让你看见了 这没有那么那个 没有那么戏剧性的 都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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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的 那你对照过自己之前的照片吗 你会发现这个气质上的变化吗 有 就是看着就是老了 我看第一季第二季的 吐槽大会的时候 你的少年感是非常强的 对 对 那时候你还红头发呢 还竖着 红头发其实外放出来 其实就是这样的 对 就觉得自己行 我要让你们看看 我是什么的 我有什么东西 老是有点那个劲儿 这就绝对没有了 其实 这你没啥 没啥非得让人看 那我想知道就是 你会觉得自己现在有油腻的感觉吗 有吧 肯定男多多少少有时候会有吧 别说男人 就说你自己 不一定 我没说男人 我说我多多少少有时候会有 易老师的工作状态一起来 确实关系 我没说男人 不好意思没劝 所谓的油腻 他就是刚刚说你熟了呀 顺便从了呀 开始又要劝别人 尤其你一劝别人就出来了 对不对 我说算了 你算了一出来 你这个人就已经开始有点油了 哎呦 可是你不觉得也没办法 你说 如果说一个少年 剑拔奴章 一只少年 刚着 你会觉得他特别的可爱 对吧 但是如果说像我们刚着 你不觉得很难受 我是这样 就是人有那种人 我也认识 就是能少年一辈子就很硬的那种 就是静而远之 远远地看到觉得好厉害 但那不是我想做的 我也不会劝身边的朋友 我只要劝不身边的朋友 那播出去都可有腻了 我想问回一个关系的问题 那你觉得你这个交朋友的过程 是靠什么 我交朋友的方式 就都是给人家麻烦 然后我的朋友们天天帮助我 但是我如果工作做得不好 我感觉我朋友也不会有太多 就是朋友也不会太喜欢我 这句话听上去非常的功利 对 但我就是这么认为 这句话听上去非常的悲观 我把它翻译一下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优秀 你才拥有一群 你觉得优秀的朋友 那你为什么没有翻译称 难道是因为你成功 所以你才拥有了一群朋友 如果你不成功 就拥有不了一群朋友 我认为会是这样的 我希望世界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世界 其实是这样的 这心里不寒吗 我真的像特铁的哥们 像王建国这种 那肯定 那就不可跟什么成功中 成功优不优秀没啥关系 但是那我们能交朋友 他就是你 我可能是不成功 但是他也是觉得你这人有意思 就活 写的 写东西写得好 那你像我那猛的那个哥们什么 他肯定他也不在乎你 就想多少钱什么 人家也不咋 那需要认识的 对 那就是哥们 就是好朋友 但你后面认识好多好多 一群一群乌洋洋的 你觉得每天都很开心的 那你 对吧 你总得 至少你得请得起人家喝酒吧 都是你买的 我很多时候是 看跟谁吧 跟我们就得是他 我还以为跟你们就是你的 我喜欢就是那种 平时也不联系 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干吗的 然后就是晚上喝酒的时候 快乐 他就出现了 对 他就出现在那 打着 哎 喝 喝 然后就可能好久都不见 再见 非常非常纯粹而肯淺的快乐 很快乐 然后什么都没有 就都是好话 是 从来不是 你想想反思一下是没有 你去最最最棒的 喝吧 特别开心 就是你说那么在意关系 你有过那种破裂的关系吗 太多了 拉黑不联络的 拉黑不联络的 有 是你主动拉黑的还是 我几乎不拉黑人 我想想我应该是没拉黑过来 那你竟然能发现别人拉黑你 我甚至觉得如果我们拉黑 你是发现不了的 有可能 我听到你有一些前女友 什么的就很正常 就往死不想往来 就他们就把你拉黑了 对 很正常 那你面对这种 就是关系的彻底决裂 你是也接受的 或者你会要去争取吗 不接受咱们 接受 有的人比如说 我要是被一个我很在意的人 拉黑了 我得找他 我不 那人家都把你拉黑了 那肯定是 不喜欢你了 那你就 对 我也不会去找 你就接受这个 这个现状 这也是不跟命运 潮潮囊囊的一个表现 对 这很重要 李丹 你有过死皮赖脸的时候吗 无论对什么事情 事业或者人 或者怎么样 没有 很少 很少 我觉得就没必要 整得太难看了 就大家就 没什么东西是非要不可的 那你那会儿 忍红头发的时候 不是非要不可的时候吗 非要不可吗 你觉得那个接上去 你让他回答 好 好 对不起 没有 非要不可 非要 没有那个东西 没有说要一个什么东西 他就是要 要个气质 要一个范儿 不知道 就是你要证明自己的那个东西 就是觉得自己行 后来就觉得自己这不行 一老师 那你情绪最波动的时候 就比如说 你最情绪化的一个瞬间 是怎样的 我真的特别好奇 骂脏话吗你 会骂脏话 好想看 你嫉妒他一下 不用 走出这门我就可以骂你 激动我干吗 不用 就是我情绪激动的时候 就是我要找个这个人跟他说 我一定要当面说 比如说你听说李诞说了一句话 你的坏话 你觉得 以他对你的了解 他不应该说这个话的 然后你一看 李诞把你拉黑了已经 好想气他 千方百计找到他 也要跟他对话 然后要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这个意思吗 那不会 我不会 对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把我拉黑的话 就是这人不值得 那是你 你太神经病了 你会去问为什么把我拉黑 我会 那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拉黑 我如果说不喜欢你 那我哪不好 你不你真的会这么说吗 我会 如果我很在意附手 如果我真的很在意他 因为我经历过 我很在意的朋友把我拉黑 我会一直跟他道歉 然后他道歉还不理我 我就会找我们的中间人 去跟他表达我的歉意 如果他还不理我 我就会给他发上 潮信大论的微信 然后他还不理我 我就会等着 这我就很服他的 就是 因为我的判断是 我们之间有误会 只是你现在在这个 被困在误会里了 那我来解除这个误会 我觉得没必要 我就特别喜欢张大春 小时候那句话 就是从小时特别喜欢 他说如果忘了 就不重要 没什么误会 你什么误会 你就是忘了 就说明你就是不重要 你就算了 我觉得这块是好的 我也会拉黑别人 比如说有一年没联系 我觉得可能后一年 也不会太多的联系 然后就删除 就比如说我的衣服鞋 一年不穿的话 你觉得明年也不会用了 你就处理了吧 然后有人就会上来问 说怎么 说你是误删我了吗 他还给我找到台阶下 我说不是 我就是删除你了 我也会拉黑别人 为啥 我就是表达我强烈的情绪 就是你惹到我 那你拉黑前会说吗 我会 我先把他骂一个 然后告诉他 我要拉黑你 然后就把他拉黑 我不会 我不怎么拉黑别人 我几乎都不拉黑 我也不拉黑人的 但有的时候 后来你才意识到 这个事可能应该 早就应该切断了 就是当 他对你的影响 确实比你理解中的要大 就不拉 比如说 比如说 前男友啥的那类似那种 你以后就会明白 早断早干啥的 早断 就是不要试着做朋友啥的 放弃叫的才会来信 但我必须得有过 那个努力的过程 我才能接受 我自己放弃了 要不然我劝说不了自己说 我都够叫的 我怎么就放弃了 他那是对感情 你对其他事情有可能 他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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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懂 就对什么都是他这样 就是不是真的把他彻底打爬 他还得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走 我就会想万一行呢 你看就是 劝不劝 就得转难强是吧 但我觉得很好 我这属于近人士 我很喜欢这种 就是近人士之后 耳后再听天命 但真的很累 就很累 但是他就喜欢搞这些 你这样 你说我们 四个一人一个优点 优点 一人一个太爽了 那有几个说几个吧 吴阳意思是一样 语言好 他语言是好的 我觉得我的语言 就是所谓的好 只是在于我不学无数 所以就是在用法上 可能不是常见的 但并不是因为我懂 是正是因为我不懂 所以有一种陌生 所以我学到的东西很少 就 无知 对 这样无知 特别好 可贵的无知 人要进入无知的状态 是非常难的 那个是好像是徐浩峰说的 就是说志气 霸气 还有一个什么气 就是霸气是很容易的 但就是志 就是志 幼稚的志 志气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人 你长大了 你就不能长小的 你长大了 你懂了 你是没法知道 装成不懂的 但是你这还不如 就从头就不懂 当然也有很厉害的艺术家 他真的可以懂 就翻过去 就变成那种 像那个毕加索 我说这人怎么 怎么 他自梦的事 就太厉害了 但你看到到最后 他就能进入那种 就是可贵的无知 那保持同心这个词 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词 很难 很难 你像毕加索那样 他是付出了很多人格的代价 他就是足够的不在乎 所有这些东西 然后他又足够的聪明 他就可以变成那样 你有同心吗 有 但是 没那么厉害了 你看像王建国 就有点是那样的 就是可以有那种天真的 那种不是训练的 懂的慧 我很多懂和慧都是训练的 就是有的人是生而知之 有的人是学而知之 我肯定是学而知之 对 杨毅是志气 你是啥 你是啥优点 你难总结 不是 太多优点了 恐无有力 恐无有力 不是 这不是个梗 我觉得这已经是 我听懂了 我也懂 精神粗壮 精神是恐无有力的 这底盘很稳 感觉兜得住 我跟李丹的友谊 就是建立在 他老师有些奇怪的事 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就会说 为什么 怎么着 就是弄一弄 就是一来二去的这种 具体事情的交往过程中 你啊 怎么到我探气呢 热爱生活吧 热爱生活很难的 我觉得热爱生活很难 这是你的优点 我觉得我这是我 我羡慕的尤其 但是他羡慕你身上的优点 就是热爱生活 我就差点意思 因为我就是 我觉得我是学不会 你是渴望什么一个 热爱生活的 我是很想热爱生活的 其实热爱生活很高的评价 我也觉得是 我对他们 我其实夸不出他们这个难 因为我觉得都够 都够那些像工作狂 有点那 都不 热爱生活的是很幸福 很难热爱生活的 其实 问题是你热爱生活 别人夸你热爱生活 问题是你事业也很成功 那你就等于说你多牛 事业和生活全坚固了 是 满意了 接受了 我感觉叶老师试图 劝服我热爱生活 是一个很 很高的问题 很好 真的很好 我也觉得 我觉得李丹的意思是说 你的生命很丰富 对啊 现在你看 丰富度很高 你看你去玩秘试什么那个 就是把它弄得很来劲 你不也玩吗 很尽兴 我就没你那么尽兴 我去玩了几个 我觉得 是 我也不进行 我理解不了 密室的快乐在哪 你很开心 知道吧 这就厉害了 对啊 他一老师一个优点 一老师 他不了解我 一老师 但是他又了解我 我不了解你 我觉得你的优点就是 温柔 温柔 很高的评价 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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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能说我温柔呢 不温柔 你知道这就是那种 我现在就是被懂得的感觉 开心 开心吧 不是开心 是那种力量 是一种力量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他又了解我又不了解 我是了解你的 你是很温柔的一个人 温柔多好 就是很多人对一老师评价都是犀利 其实我觉得就是会错译了 对 犀利也没会错译 犀利是因为准确嘛 并不是说你要伤害别人 对 不是恶 我们前两天我们还在说 就是说话难听的女的 更容易被注意到 杨丽 杨丽来 我们俩好好聊着 就是我们聊过 我跟小红 我们聊过这个问题 说为啥咱俩说话都这样 后来结论就是 可能这样就是 更容易脱颖而出 反正我从小就不是一个 安安静静静静坐的 会被注意到的人 这得 闹腾一下 闹一下 阿诚我觉得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他说我们这种出身 他说他自己 是不能八面玲瓏的 我们八面玲瓏是没人理解的 对 你得六面玲瓏 还得有两面是光的 你是要有一点厉害 有点狠的 你怎么能把ori 看过的书里面 都记住 我是记的一些 都是就是 对我人生有帮助的 对 差不多吧 导演为什么还不叫停 不过再聊会儿 我还没聊好呢 那你聊啥 对吧 小心起来 这咋的 这精神头还不如我 我刚聊得有点开心 我特喜欢聊天 聊太认真了 我觉得聊天是聊到后半场才好玩 你看我就知道应该是可而止 这场的对话的气数已经尽了 是吧 我们每次都没有结尾 就夹着耳直 就是那种弹出特别好 对 我们上一场还在说呢 没有结尾 小丽认真地在雕塑一个 咒